由巨静一严亚伦领衔主演的《请思我一双翅膀》正在火热播出中 据悉,该剧快节奏,强情节,多反转 几乎每几分钟都会出现一个新线索 可谓是全程硬核高能 能够给观众带来别样的观剧体验 在最新的剧情中 林九哥并不是林奥东的亲生女儿 她的身父是个罪犯 因为这个原因 她与父亲之间一直都有格格 再加上订婚这件事 林九哥更加不理解父亲 她伤心地跑出去 林奥东在林九哥离开后 决定答应这门亲事 她挖出封存的女儿红送到冷家 而林九哥冷静后才发现是自己太冲动 于是决定回家向父亲认错 怎料他刚到家就听到一声枪响 父亲已经中枪倒地 而他也被人打昏了 当林九哥再次醒来时 枪竟然握在他的手里 而龙天宇正巧看到这一幕 于是将他抓了起来 此时一出瞬间登上了各大报纸 因为谋杀案发生在租界 当地的警察局准备受理此案 可龙天宇主动向局长申请 希望亲自调查此案 局长听后答应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 林九哥杀父案在租界开庭 律师将龙天宇找到的证据交给法官 以此证明林九哥的清白 怎料这时 萧凌峰突然出现 他声称那个脚印是他的 而且经过对比 那个脚印的确和萧凌峰的协印相符 萧凌峰的出现破坏了林九哥的证据 对方律师还说出了林九哥的身世 以此证明他与林奥东的关系并不好 他甚至找出冷念之出庭作证 原来提清那天 冷念之因为被包落在了林家 中途折返回去 结果正巧听到林九哥和林妇吵架 法官根据现场情况 最终判定林九哥杀人罪名成立 一个月后执行死刑 可林九哥不肯认输 他还当庭向死去的父亲忏悔 说自己一直误解父亲对他的爱 可如今他已经无能为力为父亲寻找真相 好了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精彩剧情 记得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